国人鸡蛋用量大 但是价格却一直涨不停 民众似乎也只能逆来顺手 物价都上涨了 都要装备了 三十几 现在六十几 一年多不是都一直在涨价 如果跟以前比是涨一半 根据北市蛋商工会统计 鸡蛋批发价今年一月 还在三十六点五元一斤 但是到了八月就涨到五十二元 年底十二月也只掉了两块钱 整年度的涨幅超过百分之四十 但是有网友发现 在日本卖场食入庄的鸡蛋 只卖新台币五十元 等于一颗鸡蛋只要五元 而超商的价格也落在五十七元 相当于日本平均一颗鸡蛋 只要五到五点七元左右 但是反观台湾的价格 卖场十颗卖一百二十六元 超商更贵一百六十五元 平均最高一颗鸡蛋卖到十六点五元 我们人也会疫情 鸡也会有疫情 产量向下来就没有蛋了 供应量就少了 日本鸡蛋价格曝光 让网友不禁感叹 日本的薪资是台湾的两倍 但为何国内的蛋价 却反而是日本的两倍 不过有网友认为 全球的蛋价都在涨 并不是只有台湾 我们有蛮多的传统式的 一个蛋机场 生产效率较日本的 低生产成本 无形中相对会比较高 根据了解 2019年日本的薪资 中位数比台湾高出近两倍之多 但是台湾的鸡蛋 却卖得比别人还要贵 这叫百姓如何接受 这样是从家喻台北仓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讯